哈喽大家好,我就是专门讲解各种嘿嘿嘿,啪啪啪,啊啊啊啊,高能电影的影色,帅的吊渣。 今天给大家讲的电影是《战友者》,一个脑中杀手的故事。 影片开头,一个黑人女子不知往头上插了一个连接线,随后冲入残庭,疯狂捅杀了一名律师。 人死后,她站在原地,说了句,带我离开,便吞枪,准备自杀。 可枪喊到口中的那一刻,女子突然紧张了下来,并颤抖着把枪直向了别处,仿佛自己在跟自己对抗。 不过很快,警方赶到,便乱枪射死了该女子,随即镜头一转,女主角小红身着手术服,从一个操作台上醒了过来。 旁边的工作人员确认道,OK了,宿主死了,咱的连接已经断开,任务完成。 原来,小红是一名职业杀手,她所在的组织会利用大脑植入技术,使手下杀手继承在他人体内,然后控制宿主,完成暗杀任务。 每次结束后,组织还会安排测试,让杀手辨认自己的物品,以免出现意识混淆,或是被反击声,可是不断的暗杀,已经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小红。 她开始产生虐杀的欲望,以至于在开头的任务中,明明带了枪,却选择了风险更大的统杀。 而后,她下班回家,站在家门前,反复习惯着自己的身体,练习以往的说话方式,然后走进家门,城市化的应付着丈夫。 晚上鼓掌时,小红一直在流号,脑子里满着自己捅杀目标的画面,随后她给组织的人留了言,想把自己的状况如实上报。 正好这会儿她老公也起来了,她不知道媳妇是啥手了,就以为她在忙工作的呗,便表达了些自己的不满,说讨厌她天天这么忙,不顾家里。 小红压抑着情绪,没有说话,在她眼中,丈夫的脖子上也被捅开了一个血窟窿,可见她此时已经出现了杀夫的念头。 没过多久,第二代省民又来了,客户是一家数据公司的老总的继子,她想杀掉继父英总,跟继父的亲女儿英子,好顺利继承公司。 而组织给出的方案是,让小红去继承英子的男朋友,近男的,名叫董子,没有亲人,以前还是个隐君子,所以正好可以假装是董子见影时外,外加继承英子妇女过于强势,精神崩溃,杀掉了二人,进而自杀。 接下来任务后,小红开始暗中观察董子,学习她的生活习惯,但她准备好后,植物开始了,董子被组织抓上了小白车,与小红连接在一起。 零开始前,同事嘱咐小红,暗杀时间定在后天晚上的晚宴上,在此之前,你有两天的时间用来掌控董子的身体。 另外,设备的兼容性只剩了三天,如果没能按时断开连接,你的大脑将会受到损伤,也就是说不容出错。 随后,小红的意识进入了董子的身体,以下把在董子体内的小红,简称红冬,她如常起床,上班,不断测试着二人的连接。 当晚,英子叫了几个闺蜜来家玩,红冬坐在一旁陪笑,其中一个闺蜜同门找到她,说希望跟她做朋友,还就很暧昧。 红冬随口答应着敷哑了过去,客人们离开后,英子拉着红冬进行了一番喜闻乐见的情侣运动,这番掌声雷动中,小红长期压抑的欲望在董子体内得到了释放,她不在城市化的应付,而是反客为主。 这一刻,红冬二人的精神开始融合,小红成功掌控了董子的身体,很快就到了板烟当天,红冬在头上插住了连接线,如期来到了养晦大厅,而后按照计划假装喝多,故意找老张人英子吵吵架,被公战赶出大厅。 等冰克离开后,她再悄然返回,此时屋里只剩下英子父女俩正在为董子闹事的事,生气呢,英子先回房睡觉了,留下英子独自喝着小酒,红冬手持棍棒,冲进去对着英子一顿抽打,随即又炒起锋利的那套,试图捅杀,可即行到一半,英子突然回来了,她吓得转身想跑,红冬联盟追了上去,几枪接过了她,事成之后,她连一同伴,说带我离开,然后拿起手枪,准备杀死宿主,可谁想又如开篇那个任务一样,一到� 强行自杀的时候,宿主就失控了,冬子的意识从小红的控制中突破离了出来,重新获得了主导权,但她没弄明白咋回事,她也得自己真杀人了,便失魂落魄的换掉了血液,逃去了之前勾勾她的那个闺蜜家,闺蜜不知道咋回事啊,就收留了她,这时新闻报道称,英总居然被救活了,但是英子是真死了,冬子呆滞着坐在沙巴上,脑子里自己和小红的思维混乱的交织在一起,似乎暗示着二人的意识正在缠斗,随后小红占据了 来到浴室,之前闺蜜正在里面洗澡,迷迷糊糊中,冬子仿佛看见自己,举起了枪,随即便又被小红控制了,过了一会儿,冬子的同事突然找来了,可没想到的是,这人竟然是组织一早安排好的精英人员,这会儿退下来救小红的,二人连接好了几期,准备帮小红做大脑修复,结果一气一开,意识世界中,冬子从门外走了进来,他翻身而起,把小红压在身下,企图夺回自己的身体,他扼住了小红命运的咽喉,下一秒,涨下 他的小红便成了一张面具,冬子把他套到了头上,跟着回顾了他过往的一生,也体会到了他的痛苦与欲望,这一刻他已经分不清这些想法,这些杀戮的欲望到底是谁的了,他明白自己被人寄生了,而在这个寄生的过程中,无论是宿主还是寄生者,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,随后冬子醒了过来,发现同事和闺蜜均已被自己所杀,他悲愤不已,击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,骂道,臭壁驰你开枪啊,可最终他还是条件反射的躲开了那一枪,之后冬子按 根照小红的记忆,找到了他家,挟持了他老公,小红逼小红出来,说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,一时之间中小红果然现实,可他却暗示说,你一直都有掌控自己的身体,鹰子就是你亲手杀的,冬子不敢相信,小红望向了丈夫,接着说,可怜的老伴啊,其实我也爱他了,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那不是我,随即一时沟通结束,小红抢过控制拳,一把抄起手边的刀,砍死了丈夫,然后再次尝试离开,但还是无法扣动扳机,这时小红的儿子突然出现,一下隔开了冬子的脖子,冬 冬子恢复意识,用最后一丝力气举起枪,射死了小红的儿子,小红的意识在冬子身体里拼命哭喊,也没拦住,二人双双倒地,这时奄奄一息的儿子突然说了句,带我离开,看来是组织看小红杀不掉宿主,又派人来救他了,最终小红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,组织给他安排了测试,结果显示一切正常,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但是回来的这人真的是小红吗,以下是我的个人理解,其实在任务失败后,小红跟冬子的意识就出现了多 次角质,甚至一度出现了套娃事件,所以就算回来的是冬子,他也能打上那些测试,而且影片中间曾闪过了一段画面,是小红却探望了被抢救过来的英宗,从全片来看,这段画面应该是发生在未来,但是小红没有理由去探望英宗啊,所以眼前这个人应该是冬子,也就是说他成功做到了反击手,或者说他的意识也跟着小红一起回来了,另外,英子到底是谁傻的呢,个人认为小红没有说谎,就是冬子,红冬二人在各自的伴侣面前都是属于那种被压迫的状态,所以最终也都 暴露了想杀死对方的欲望,而且从全片来看,小红其实一直无法做到完全控制速度,而且杀人手法也更偏向于虐杀,似乎无法扣动扳机,由此推端,英子和小红的儿子被冬子所杀,而英总和小红的丈夫是小红自己下的手,唯一不同呢,是同事和闺蜜,这俩人属于红冬二人意识对抗时,被迷迷糊糊误伤了,最终一个死于枪杀,一个死于捅杀,这个片整体偏意识流,还有点血腥斜点那边,很多剧情细节都是通过镜头语言表达 所以讲解中也是融入了更多的个人理解,看完之后感觉我整个人都升华了,今天又是没看上爆米花电影的一天呢,最后一篇关注我是有萨,see you